歡迎收看金鐘媽媽隊的節目 好 那今天週末 那週末的話在昨天早 昨天晚上的時候 美國五次大跌 那今天早上起來的話 大概很多人都覺得 美國五次跌這麼多 那大家覺得今天盤的話 應該就開低 那當然就開低 但是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昨天美國的狀況 然後還有來談一下 排面現在的狀況 那我想昨天的話 美國大家看到 道瓊是跌了500多點 那那斯大科跌了300多點 好 這跌幅不可謂不大 因為這%數其實還滿多的 那麼當然就跟CPI有關 因為CPI呢 數字這個相當的強勁 所以大家認為說 那有可能的話 三月份的這個升息 有可能會升兩碼 好 那所以美國股市 昨天因為降而拉回 那拉回的時候呢 但今天你在看到這個新聞說 你要想喔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所以很多人看到今天早上 要離空想說 這盤大概今天就掛了 其實不是這樣講 那你應該也不是這樣看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 美國講的這件事情 那第一個來講的話 那昨天市場預期就是說 三月份升息直接升兩碼 好 那這個算是利都還利空 好 那如果就股價來說的話 它當然昨天會跌 但是你要想喔 最差就是這樣 也就是說三月升息 最差就是兩碼 那昨天就預期兩碼了 所以等於把最差的一次預期到了 對不對 你要想當它把最差的一次 都預期到了的時候 那這盤會怎麼樣 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 到時候不是符合預期 就是優於預期 對不對 那就只有這兩個結果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盤今天 這兩天拉回來的時候 就變成是第二隻腳 對不對 而且這隻腳 也沒有多大幅度 好 所以我覺得操作上面 有時候就是說 你要看它事情相對的東西 它一次反應升息兩碼 沒有什麼不好 對不對 因為它等於把最差的情況 一次預期到了 那它一次到了之後 那麼就提前反應了 好 所以今天的盤 其實不是給你殺的 來 今天的盤開低 早上最多跌146點 那低點在開盤 沒有多久就見到了 然後就慢慢往上 當然它不見得當天 第一天會拉得很多 對不對 因為市場會消化一下這隻訊息 但是你想它一次 就把它反應到最差 接下來那麼 利空出鏡的機會就更大 好 應該就是說 其實本來之前 就已經開始拉出第一隻腳了 那你第二次 再把它一次預期到底 那預期到底了之後 那再來就要上去了 對不對 因為最差都已經反應了 好 我們來看看今天 OTC更厲害 是不是 9點都見到低點 它還翻紅 對不對 所以這表示什麼 是不是 現在看大盤 從開紅盤之後 就一路往上面漲 前面很多人空手 前面很多人看很悲觀 對不對 結果開紅盤之後的話 突然開始往上面打漲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 是不是 連回頭都沒有 對不對 第一天指數上來的時候 這一天漲兩百多 第二天還帶跳空缺口 這缺口到現在沒有補 是第三天第四天 又是一百多點繼續漲 對不對 所以 從開紅盤之後 其實很多 其實很多大戶 開始回補 但是它一下沒有辦法補那麼多 對不對 因為突然之間一口氣 開紅盤就兩百多點 很多人才來不及補 所以這盤 這一兩天的這樣子的一個 利空拉回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好回補的機會 所以你要注意 好股票的買點就在這裡 對不對 也就是大盤也一樣 連續上來幾天 五日線管理本來就比較大 所以今天剛好把五日線的管理修正掉 是OTC更強 OTC前面漲的沒有很多 但是呢 來 看到 都已經回到月仙附近了 對不對 成交量也開始出來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今天OTC很快就翻紅了 有沒有 九點多開盤沒有多 十點多就直接翻紅了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盤 你要反過來想 就是說市場這樣的反應 美國這樣的反應 它其實是讓你找機會的 因為前面它已經跌過一次 已經一隻腳了 那這一次直接反應兩碼 就把它反應到最低了 那你說它後面的話 會不會越來越嚴重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東西 其實你把如果三月份的時候 它就一次反應兩碼 一次把它反應完 那你不然就利多出 要不然就是符合預期 要不然就優於預期 對不對 那接下來到下半年的時候 再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新聞 來 這是馬仕基講的 好 馬仕基海運的龍頭 這大家都知道嗎 對不對 他說供應鏈的亂象下半年有減 那這裡面 就是說 因為運價漲非常多 對不對 從疫情之後漲非常多 那漲好幾倍在算的 是不是 然後他說今年上半年的 這個供應鏈的亂象 還會維持下去 但是下半年就要恢復正常了 好 那你要想到什麼呢 對不對 這個就是說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其實運價也是很大的因素 雖然它不是唯一的因素 但是它也是很大的因素 因為它把所有的成本都往上點 對不對 那如果三月現在直接就預期兩馬 把它預期到底 那下半年 供應鏈的這個現象可能會舒緩 或者是說運價要下來 對不對 回復正常 所謂回復正常的話 我不知道它的正常是指長期的正常 那因為長期正常是非常低 那如果不是長期正常 不管怎麼說它可能就下來了 對不對 那如果下來之後 那麼通貨膨脹的壓力 也就會下來一些 是不是 所以這樣的來看的話 下半年的想像 大家想像的通貨壓力 可能沒有預期這麼大 那三月份又一次把它預期到底 是不是 所以這盤拉回來是早買點 好 懂那意思嗎 對不對 所以今天開地就有人買 對不對 有些人可能會和我有一樣的想法 是不是 因為你這個股票就是反映後面 那你現在就已經把最差的情況反映完了 那你接下來不是符合預期就優於預期 更何況下半年剛剛講到這個 馬士基的講了這東西 對不對 下半年如果恢復正常 其實不要說恢復正常 只要從高點下來 對不對 只要開始往下 那其實通貨膨脹的壓力 確實也會疏解 那不會完完全全 不是說完完全全就在這裡 但是這占了很大的因素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說這盤 你接下來是要找好股票 要找買點 好 所以這大盤 來看看 那投信大概是最聰明的 所以就一路買對不對 那到這裡四紅之後本來就會震盪一下 是不是 但是你基本上要看它是延五日線 所以延五日線就超強的格局 那我們上次說十字線會轉陽 對不對 十字線綠色的這一條 今天就正式轉陽了 那十字線現在扣這裡 未來幾天往下面扣它 一樣會上去 所以你五日 十日都往上走 對不對 它會變成兩個往上的力道 好 所以這個換手區是成立的 懂這意思嗎 所以還是要找好股票買對不對 那剛剛既然講到航運 就會有些人問說 那航運怎麼看 好 長榮很強 數字很漂亮 來1月一收很漂亮 買的人就是賭1月的獲利很好 對 1月的獲利確實很好 絕對是很好 那買的人就是賭這一條 對不對 那你操作的話 你就要知道怎麼做 我認為短線上面來說 它確實會反映1月份很好 因為1月的EPS應該很高 但是也要注意剛剛所講的 那麼下半年可能就舒緩 那因為股價都提前反映 好 所以應該就是直指引於短線 對不對 因為股價不會等到那個時候才反映 所以它現在是兩個 一個利多 一個利空 一個利多是在反映 1月份的EPS鐵定很高 對不對 但是接下來到後面就可能會下來 好 所以第一季的獲利 可能就在相對的高點 因此我覺得這種的話就很簡單 你就是要把兩個力道都考慮進來 所以你操作只有短線 好 所以的話就順便講一下航運 那接下來回來看看 就是說我覺得真正應該要注意的股票 那隨便講的聯發科 聯發科底型打出來了 好 這底型打出來之後還是一樣 所以今天美國五四大會一樣 有沒有 底部還是成林 好 所以這基本上上去之後 這裡也不是問題 對不對 我這樣講說你要看這個 你看日線看不出所有人來 你要看的應該是看看周線 好 這是周線上面 來 這裡過了之後 剛剛講的這邊不是問題嗎 對不對 那你這樣過了之後 這是一個底 是不是 那這個底加上現在 指標才剛開始 是不是 所以這個也會創新高 所以好股票還是要找買點 對不對 那今天其實盤震盪的時候 是滿好的機會 因為反正他就一次把它反映到最差了 來看看智原 來 那麼好股票會先反映 對不對 因為高速傳輸 高速運算都沒變 是不是 那所以今年還是有很多新的東西 好 來看看智原 禮拜二的時候就直接漲停板了 好 禮拜三的時候 來繼續往上面走 對不對 好 那麼昨天有震盪一下 來看看今天 大盤跌 但是早上只有一點點的低點以後 就往上了 是不是 那我就講過 今年上下15塊錢 那如果上下15塊錢的IP股 對不對 當然就非常便宜 是 因為IP股的評價 通常都是四五十倍 那有很多人常在問說 為什麼他們都評價這麼高 其實你要知道 那個他們獲利的 這個結構你就會知道 因為人家的獲利是 我這個東西出了以後 接下來就是一路出 對不對 你用了我的IP之後 通常很難去改 因為你整個IC設計裡面 IP只是其中的一個功能 你不太容易會因為中間改 其他去改掉全部 所以通常都是出了以後 就會開始一路出 也就是你開案已經開出去的 已經開出去的就持續出貨 那新開案再跌上去 所以他們的獲利是一接一接上去 對不對 所以它的本益比評價 四五十倍通常正常 好 那不要說四五十倍 今年15塊錢 現在才200多 其實還是非常低 對不對 加上今年的開案量 有機會是應該是從80個新開案 到160個新開案 所以開案量也多一倍 所以我覺得還是把握好股票就對了 對不對 高速傳輸其實本來就是 今年的趨勢 是不是 就像我們在講這個也是一樣 對不對 你看看光潔 光潔有那天說會上去 對不對 那昨天他其實就是已經 收盤價是已經創新高了 昨天收盤價是已經創波段的新高了 今天有拉回一點 對不對 來看看光潔 來 昨天收盤價是創新高 是不是 盤中價還差一點點 那今天這裡停頓一下 那停頓一下之後 接下來就挑戰這個 那我覺得這裡也不是什麼問題 對不對 因為這裡已經整理一段時間了 好 那再回來看看 它出量當時出在這裡 是不是 來 所以你來看看當時出量的區域 當時在這裡出量 對不對 出量的低點 有沒有 完全沒有跌破 是不是 這也是法人成本 有沒有 所以這次拉回 在過年前拉回的時候 它是完全沒有碰到 然後上去以後就準備創新高 這是大幅沒有退 這是大幅沒有撤退的意思 所以我就說好股票要早買一點 有沒有 最近很標的這檔股票也一樣 來看看6104的創違 對不對 你看看創違的話也是一樣 它當時的話也是底型很清楚 對不對 當時這裡出量之後 上來以後有沒有 第二次出量 第二次出量你看它基本上 當時一開始出量的位置 都沒有跌破 有沒有 即便過年前拉回的時候也是 當時出量的位置 法人成本區全部都沒有跌破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很多的人 是他看的不是短線上面的風風雨雨 反正不是短線上面 美國股市的漲一下跌一下 對 它看的是中長線的爆發力 對 結果後來過完年 果然就噴出去了 那今天要繼續創新高 不是嗎 來看看都已經快要漲停板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好股票要趁著 這兩天盤震盪的時候 來買進 因為這是高速傳輸 高速傳輸我認為其實是 接下來很重要的重點 對不對 因為所有的東西 後面的新科技要成型 都會跟高速傳輸有關 所以我說還沒有跟上 朋友就要跟上 那盤面上面的話 剛講到 基本上直速繼續往上 那麼OTC今天在這裡 這個是月線 那月線 現在是往下 那麼無視線是上去 那麼十字線很快就會上去 預計明天就開始往低點扣了 所以十字線在明天就會開始走 就開始直跌走陽 那其實那個就跟大盤的 當時的位置一樣 那你不要看它這個樣子 看起來很醜 我跟你說OTC你看的時候 你不能全部用很傳統的技術面看 因為OTC它本來就會超長超跌 它跌的時候一定都跌過頭 那跌下來的時候線都一定很醜 但上去的時候也不用什麼理由 也就是說它跌的時候一定都是 那你跌到它好像是一個 好像翻空一樣 但它上去以後就常常給你V轉 對不對 就像上次這次下來一樣 是不是 所有的線都給你貼破光光 只剩下一條黏線 這樣就給你V轉 對吧 這樣就給你V轉 所以我說OTC你不能夠完全 用那樣子普通一般的技術面看 它這次下來的時候也是打到黏線 對不對 打到黏線的時候 是所有的線都破光光 還加一個M頭照樣給你V轉 照樣創新高 這次下來也是跨要到黏線 差不多 和上次前兩次的位置都非常接近 所以你不用管這一段看起來很難看 它上去以後一樣有可能會創新高 所以我就說盤面上面就是要把握機會 那空手的當然就是要趕快把握了 好 所以我們先休息一下再聊好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待會兒 好 islands 恢復圜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聞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所以我就认为 美国昨天的反应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但就等于把你最后的最差的预期 把它全部反映完了 因为最差就是两码 最差就是二月两码 昨天都反映完了之后 那你接下来不是优异预期 就是符合预期 是不是 这样前面已经打过一只脚了 所以这里我认为拉会很有钱 大概可能就这一两天震荡而已 但好股票会先上去 是不是 因为主力大户跟法人 他不会等到真正完全落底的指数 冲上去才来买 好的他会先买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高速传输 刚刚讲到自创围 对不对 高速传输 好 那么来早上的时候 你看在这里 现在刚涨停 对不对 亮灯涨停吧 好 这个是高速传输 高速传输 大陆要统一 对不对 那么今年本来就有很多新的东西 所以新东西当然本来就会增加需求 那接下来你又要统一之后 如果说从这个跳上来到USB4的时候 它的出货的单价是远高于USB2 这大增至少四倍以上起跳 这没有错 所以的话基本上你看到相关的股票都非常强 因为苹果也要换 所以大家都统一的时候是玄装置统一 对不对 那这就是为什么 为了接下来换新的东西 对不对 因为你接下来CPU今年也换 GPU今年也换 伺服器今年 对不对 需求也上来 那这一些其实是本来去年就应该要来的 还遞延到今年 对 所以今年的话 其实疫情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因为人家都已经快要解封了 对不对 疫情还在 但是已经陆续解封 因为流感化 所以今年解封有望 那一些其他的东西 之前递延的这些科技需求都会出来 那你要想当这些东西都成型以后 它会更加速其他的新科技的应用 新科技就会走更快 所以的话基本上 好股票是要找没一点的 对不对 刚刚讲到创伪 那你看到创伪 我刚刚是不是讲到成交量 你来看看这个就是 当时 当时 他的大量学 好 那当时这里的时候 在这大量之后上下过年的时候 他有拉回 但是你看 他基本上面他就手很稳 对不对 这表示买的人他买的是中场线 他就是买后面的那一大段 好 结果后来就喷上去了 对不对 就一口气到今天持续创新高 那我刚刚说其实 我觉得你接下来可以看看另外一个 昨天我讲到预创 好 这个是无三无一预创 因为高速传输其实还有这一大 好 那他同时的话呢 也是全球低价认真的 好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讲到立即型记忆体 好 立即型记忆体其实也进入涨价循环 昨天美国大跌的时候 有一个很强 是电子果 昨天的美光就非常强 对不对 美光最近超强 就是 记忆体 已经要进入涨价循环 好 那为何为什么进入涨价循环 就今年伺服器会上来吗 对不对 那因为所有的东西那些 它本来就是跟伺服器有关 你不管是用到物联网 车联网这一些东西 里面你后面所要的 资料的传输 资料的储存 你伺服器上面 今年本来就上来 对不对 那记忆体 在伺服器上面是它最大的用量 对不对 它最大的一个 这个出口就是在伺服器 所以今年伺服器上来 记忆体也上来 对不对 所以今天美光都大涨 对不对 昨天美国股市 就是你看纳资达克跌了很多 但是美光涨很强 而且它不是涨一天而已 它最近超强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到 立基型记忆体也进入涨价循环 而且立基型记忆体 也是目前来讲 后市看起来最会涨的 所以我说 你可以留意的是 五三五一的预创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预创 刚刚讲到创围的这次 上次的大量的时候 对不对 那么反而基本上 还是只买不卖 然后你看它拉回的时候 就是没有跌破 对不对 就是没有跌破之后 往上面马上就创新高 好 那我们回来看看 五三五一的预创 你来看看 基本上来说的话也一样 这是它上次的大量 有没有 其实完全一样的 对不对 那上次的大量的时候就在这里 有没有 这次拉回就在这里 是完全一样的走势 这是上面之前的底部出量 对不对 出量以后 过年前拉回 过年前拉回的时候 完全没有跌破 这个准备上去后就复制一样的走势 那法人是新加码的 有没有 这是近期新买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其实人家玩的都是产业的趋势 对不对 法人在做的都是这个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盘面震荡说 你更应该要把握机会 对不对 刚刚大盘跟OTC我都讲过 是不是 大盘我觉得就是这样 OTC也是 大盘不会 它不会一天拉很快 因为今天你第一天看到的时候 它一定会震荡一下 一方面因为它本来前几天就拉了很多天 但是已经超强了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等五日线 对不对 延五日线你都是超强格局 延五日线都超强格局 你那个都不用预设高点 那很多人说这样子已经长很多怎么办 超很多要怎么办 所以我说操作上面其实 有时候是一个心理学 你知道这意思吗 长的时候跟叠的时候都一样 对不对 反转的时候更是 对不对 你从低点反转上去的时候 跟高点反转下来都一样 那个这心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学问 因为通常像在过年之前的时候 这过年之前的时候跌了乱七八糟 对不对 过年之前的时候 你看指数跌这样子 你看OTC就不得了 对不对 你看OTC过年前跌这样 是不是 所以指数开红盘之后 第一天两百多点 很多人不甘愿买 对不对 大户是聪明的 他们还买了一些 对不对 他们还没有全买 他先买一些再说 先买一些再说的话就是怎样 我先建立部分的持股 那等到盘有震盪的时候 我逮到机会再加码 对不对 我再把持股补足 这个今天就是他们的机会 对不对 但是他第一天他是会买的 对不对 因为第一天他会知道 我什么都不动的话 最后风险更大 对不对 我什么都不动的话 上去我动不了 对不对 所以大户通常第一天他会买 对不对 但是没有买满 然后这两天应该就找机会继续博 但是一般投资人就没这么灵活 是不是 一般人投资的第一天 指数涨两百多点 很多人都能看的 很多人都能看的 过年前很多人把股票都出光 对不对 过往回红盘第一天漲 一开始涨两百多点 很多人根本来不及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心底的考验就来了 对不对 第二天 这一天 对不对 跳空缺口 到现在没有补 尾盘那天记得台积电杀尾盘 对吧 记得那天台积电杀尾盘 很多人就会想说 你看台积电杀尾盘 指数要跌 更不会买 结果台积电那一天 在这里 全部收回来了 对不对 但重点不是在讲台积电 你看你第一天没有买 第二天更不会买 第三天又涨了一百多点 更不知道怎么买 第四天的时候已经完全 连涨四天怎么办 对不对 空手的还是一堆 所以我才会讲说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先从一档开始 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 先从一档开始 就好像大户在进场的时候 他先买基本职股一样 对不对 他先买个三成的部位 然后逮到机会再继续加 对不对 那一般投资的话 当然你不是那么多资金 但是你可以从一档开始 因为你如果一档 没有从一档开始的话 你很容易就会一直错过 他如果一直上去的话 你更难 这就是心理学 股票的心理学 上跟下的时候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才说还是要抖 因为你一现在没有抖 再涨上去 你看今天 今天还是利红 今天美国股市跌 美国股市跌今天 都没什么低点 今天低点还没有破昨天的低点 而且今天有没有 还在红黑的一半 如果下礼拜震荡一下再上去以后 你如果再没有抖就更难抖 对不对 但你一开始也不用抖很多 你从一档开始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你一档赚了之后 接下来你自然第二档就会买 你第二档就会赚 你自然就一档一档赚 接下来的行情就不会错过 是不是 因为还是有些不错的新故事 还是有些新故事 大家还不知道的 我觉得还蛮好的 比方来看看这是艾讯 对不对 艾讯 美国解封 对不对 美国解封 解封当然解封就是要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里面很重要 是现在吃饺子老虎 解封就是要赌一下 是不是 因为很久没有出去赌 加上澳门现在也不太那个 所以吃饺子老虎机的新订单 这是全新的大订单 对不对 然后现在准备要开始正式出货 它已经开始出了 但这订定单要连续出很久 然后加上它又并下的有通厂 厂年还要再扩 对为什么还要再扩 因为下半年还有欧洲的新订单 对吧 所以我说先动下来 先动起来的话 是最好的方法 你从一档开始你直接可以赚 对不对 你昨天随便买也是一样可以随便赚 来今天指数拉回 但是你是不是继续赚 对吧 你还是继续赚钱 昨天涨停锁住 对不对 现在继续涨 对啊 所以我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从一档开始 真的是这样子 要不然一路上去到最后发现真的可以利空出井 我是觉得是利空出井 我是觉得已经现在就把它反映完了 因为你一次两码最多就是两码 最多就是这样子 那一次反映到这里 那你所有的利空都走完了 那接下来利多是不是要来 对不对 接下来新产品还是要出货 新东西还是要开始 所以还是空手的朋友就从一档开始 对不对 我带你一起来做 好所以想要开始的朋友就直接打尿过来 那我觉得你也不用一开始就很多资金 反正你一档先赚再说 所以还没有跟上 记得跟我们线上的注意人论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一起来赚大钱 跟我们线上的注意人论 一起来赚钱